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是《落報》的討論平台 我們現在進行一輯直播 亦都是以新冠肺炎為題 是講各方面的情況 中論是2020的0319 我是余平壤 身邊亦都有鄭重輝 大家好 大家好 疫情不太好 上星期仍維持了三十多天 未有新增的個案 十個確診者都已經出現 變成清零 但突然在增加 我現在不敢說實數 因為直播時會否有增加 也不需要說實數 覺得不太妙 我也希望大家要小心 所不幸中之大幸 新增都是輸入營 輸入營 就算他曾回到澳門去過那些地方 我們現在是把親密接觸者送到旁邊 還有他們去過有關的地方 進行消毒 但是我們都要小心 萬一真是社區爆發了上來 真是不是小事 我們這次看回現在的數字 我們有喜有憂 喜者就是說 本島的個案是沒有的 這個是值得高興的 憂者就是說 外來的感染是大得很厲害 是 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危機 一個壓力 因為如果我們守不到的話 這個外來就會傳染到我們本地 而繼而造成一個社區的感染 我們澳門都挺辛苦的對付 講到這裏有些外部 就跟我談過了 也希望我發表一下 對於如果由陸路來的外部 已經採取了 是不讓他們即時來澳門的 要在珠海一個指定的地方 在那裏接受了隔離觀察14天 然後如果沒事才來到澳門 但是他們說 為什麼如果坐飛機來的 採取航空 雖然他是經香港來 但是他也要經港珠很大橋 回來澳門的 但是你們有這麼恩准他們來 而結果其中有些出了事 包括有南韓的外僱 有印尼的外僱 我確實覺得是有問題 不過現在已經倒截了 都是不行的 特別是由19號凌晨凌時開始 所有進來的外面的人 都是要接受隔離14天 除了三個地區 除了三個地區 香港台灣和內地 某些非重症區 那我想澳門很多事情 初初都是很不知怎樣 作為一個標準 當然都是要和內地 或者香港 大家協調 但是也都這樣 我們看回香港的報章 幾份大報 都不說名字 都是認為澳門很多的條例 措施是先行的 即使同一天宣佈 總之澳門說了才到香港的 這件事就是 我們值得對政府一些讚賞 不過我希望不要讚穿個禍 但是有一件事事實上 澳門現在的疫情 我們是外來受 即是外來對我們的影響 是最大的 作為傳媒 我們都視其視非其非 我和阿輝哥長期都不做拆鞋 但是對一些坊間的說法 我們都提一提 就是他們認為 即今次處理這個疫情 即特首是值得讚的 歐陽如司長 和李偉龍司長的表現 都是值得讚的 其中有很多市民認為 這個非常時期 最近都不見了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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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需要你派錢 但是需要你派定心院 他們希望一哥出來走走走 令到大家凝聚到 即是不要讓坊間有些雜音做大了 我都希望大家要凝聚在一起 如果一哥出來都是好事 包括在記者會內不中她出現 因為她是主任 我們回看香港 林鄭每個星期二都會跟大家說說話 不論你喜歡她也好 你說她對也好 錯也好 你會見到她 她在橫沸說 你不要戴口罩 現在是說 香港做什麼我們都要學她 不是 現在人家說香港學我們 所以我說一些話 不是說林鄭每個星期二都會出來梁下上 我們就學她 不是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學什麼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做這件事對澳門整體有好處 包括士氣那方面 這個我覺得不是說 一個星期二 一個都要出來跟大家見面 所以今天我們都想說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們對一些出入境的安排 大家就要留心政府的發佈 因為可能今天和昨天不同 明天和今天又不同 大家要一致 千萬不要出現好像早前有些學生 這些去了外國的學生 回到來 她居然不同意隔離 家長就支持她 叫律師 進了禁區那裡吵 我也奇怪 怎麼這麼隨便進去禁區呢 就算吵 你可以在外面吵 吵其實都是不對 隔離這個是法律來的 我想大家不論你接受哪一種思想 包括你在外國出生 包括你在外國接受教育 你不要只看這麼多電影 就說大聲 你說的話你認為有道理 其實你現在看回頭 意大利的封城 其實它封得更加快速 但也有意大利的公民 上街遊行 遊行抗議一樣 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對有權的表達 但是大前提就要遵守法律 如果我們回頭看 歐洲現在爆發到病兴奮 有哪幾個國家真的很多人出來示威呢 我覺得有的當然 意大利就是其中一個 你不發覺他出來示威 他的病是特別嚴重的 有些國家也會做 德國叫人不要戴口罩 他一示威 大家的貧雜就多了 有時這個病你不要不相信 我和你都會戴口罩 當然現在沒有戴 我們一離開這個鏡頭 會戴口罩在街上的 那是不是多餘呢 我相信是多餘的 但這個多餘對我們有益 不是多餘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就是你說我周圍有沒有人又有病呢 我相信是沒有的 但是我相信我曾經 我不要挑戰 我跟你說過 當時我認為 我大膽估計澳門沒有這個病毒在 當時證明到是 說完之後都沒有 後來的都是引入 雖然很多東西好像是多餘 好像是你嚴了一點點 但是這些事我覺得 我們寧願是有些事情是做多餘了 但是安全第一 我多餘一百件事 我避免了這件對我們傷害這麼大的事發生 我們現在傷害大在哪裡 譬如現在 有一宗並非輸入性的 本地的 那你澳門就搞到一頭煙 一頭煙的了 只有一個人有 所以我們有多少 如果是 就好像香港的佛堂案一樣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很有性格 你有很有主見 你有很有明朗的主意 但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城市裏面的一份子 叫你戴個口罩 我們現在的很高層 全世界 你不要經常學川普才行的 他不戴你 你不是他 這件事我想 譬如你說我欣賞美國所有的東西 包括他不戴口罩 我們看回澳門 事實上大家戴口罩 事實上幫助我們 沒有了這個疫症 這個是事實 我最尊重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看回40天 沒有新增的個案 時候 大家真的很守規矩 在街的人戴口罩 去進食 吃完 趕快戴口罩 也看到 出街試過多人 政府呼籲了之後 又少了一些人 很多人是 比較 能夠守秩序 這個你不要 諷刺 他說他聽話 聽話 沒有不對 聽好的話 我覺得他對 我也說 我算你多有性格 戴口罩 令到大家安心 包括你自己的家人都安心 何樂而不為 亦都希望 藉著這次的病疫 大家都注重衛生 包括飲食要的朋友 可能有些以往我們見到 隨便洗碗的 認真點 另外 做東西吃的時候 有些把菜 在水裡放兩下 以後也是認真多點 做好它 我想這次疫情 澳門是防疫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現在 因為疫情引起經濟問題 都慢慢湧現出來 尤其是疫情拖得越久 這個情況 就是露宿水面 是更加明顯的 你可能一般做生意 或者打工也好 怎樣也好 可能一個月 你都 我定得順 兩個月都勉強 但是叫你捱到第三個月 就開始 你會有評價 所以稍後 我也會跟阿輝哥 特別加錄一集 講電子消費券 但是今集 集中講一下各方面 或者我們都先講講 目前那個經濟的形勢 真是不妙 在經濟的形勢不妙 我們怎樣去 令到大家去過了這個寒冬呢 有些中小微企 就認為 政府幫一下我們 我們那班人 不是每個攤大手掌 不是一定要 你派錢給我們 看看有甚麼 幫我們做些工作 宣傳 凝聚 因為我們上集講過 是希望 中華總商會 關注下下面的商會 和他們的會員 因為我見到工聯 街總 虎聯 四大社團 三個都出的 做了些事情 工聯甚至已經 它有一個特別基金 為數是五百萬 上集我們講過 就向一些特困的工友發放 很困難的 是一級的 有個二級的 困難一點的五千元 沒有那麼困難 但也有少少麻煩 就是二千五元 他們會審批 但是審批都是 盡量簡化的 希望有個 急錢能夠 援助他們 這個都多得有些博企 是聯和工聯一起做 這個就是新豪湖 博雅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見到一些博企 在這個時候 包括奧博都有做 是能夠對社會 伸出援手 這個好事來的 很多人對於有些銀行 就是配合政府 做出一些由政府擔保 或者有些優惠貸款 給一些有需要的企業 但有些人會說一句說話 而且你們都想做生意 做生意 做生意 沒有不妥 我又覺得 例如文化 可以是一種藝術 亦都可以是產業 我覺得 不要矮化他們的用心 當然他們做生意 這就是因為你說得很清楚 做生意 做生意 做生意一個人做不到 有人跟你一起 有馬有馬 而且這樣 他根本是做生意 你是有需要 如果做了這樣方便的話 令到有些真的 資金周轉 是急需要 在這個過骨 現在 我繼續說 學死這個詞 然後拐點 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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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公帑 公帑 為何我們用公帑 去給銀行賺錢 令到私人企業 那不是銀行賺錢 你可以不光顫 你認為自己是死硬派 我不肯借錢 不借 我們排除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認為做生意的人 一定很有錢 沒有問題 我都講了很多集 不是 難道你現在做生意的人 錢銀行周轉有問題 你先問誰幫忙 問親親朋友借 不借得那麼多 所以我認為 我都希望有實數 就是說 如果有些店舖 最保險的店舖 他有困難 他到目前為止 精算些 虧了多少錢 有條數報給他 尚未知的大概 知道那個虎去到什麼程度 其實現在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哪裡 剛剛說完工聯 他有一個計劃 對於工友有困難的一級二級 現在還說如果派了 可能還會有 虎聯 對虎聯的會員 又做了問卷條 知道那些虎女有什麼困難 似乎現在在工商業做的 是銀行和政府做的最多 剛剛你說的中華總商會 似乎在這方面 出現得不太多 我都希望他能夠急起直追 做了多少事 首先了解一下他的會員的痛苦 另外能夠為到他們做些什麼呢 不要只是享受自己是中華總商會 負責人的榮譽 亦都有擔當 因為我看政府去輔助 或者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 其實除了企業本身的僱主 是澳門人 我們應該澳門是幫回他們的 政府 但是你記住 我講的是僱主 必然有僱員 他如果沒有僱主的話 他自僱 沒有僱員的話 他自僱自己的事情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 其實一幫 不只是幫那個老闆 其實是幫助老闆以下的員工 都幫助的 因為他真的有一些 可能有錢出糧就沒有錢交租 你沒有錢交租 那怎麼可以維持下去呢 所以澳門在這麼大的財政盈獄 我們現在最難過一關 是看不到終點 澳門的工商 你可能三個月我頂得順 現在過一過 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了 可能六個月都搞不定 我就頂不順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未雨陳茂現在 給大家一個安全網 去做 我覺得 我再次講 不只是對僱主的 因為僱主能夠生存內 僱員才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是 相反 僱員能夠生產 僱主就憑僱員的生產力 也都賺到錢 但他份工都沒有了 僱員在哪裡有生產力出來呢 所以我也希望 有些事情可不可以發起一下 其實 業主 你叫他減租 這幾難 對不對 政府那些物業 就會說減租三個月 其實 但可不可以發起 不是個個都是雷工砍 銀包先打開的 發起一些業主 我不管你是否業主 甚至你捐獻一下 可以無謂事 我就在這裏 捐獻到社會 你鎮制 我也為一些業主 說兩句話 我沒有樓租給別人 我沒有店租給別人 首先 利益關於我先申請 新利 但我有租別人的店 有些業主是減了租 你沒有問他 這個業主包括政府 政府是免收租幾個月 但有些私人的業主 都有減租 可能他減租 可能未到10% 幾%或者10% 其實微不足道 確實很慘 但有一件事 你會覺得 你都明白我難過 我很難頂 所以我覺得 那些業主 當然 業主 大家都不同的狀況 大家真的不同的狀況 如果有能力的業主 你象徵式也好 怎樣也好 跟你的租客講講 減一下那些租 你不要說遲點收 遲點收 一樣死的 最後 重大件事 減租 減了租 大家有信心 繼續搜下去 你那間店 你那個地方 不是不用在不可預算的情況之下 有件事是福音來的 輝哥 你說你沒有租到那些店給別人 那就租過給我 減過租 多謝輝哥 減過租 聲稱 你不可以看得到 你我問你 要是福音嗎 你不可以看得到 你不要說